如果没有算错的话 第一批版最贵的植物应该是它 恶魔西瓜排击炮 首先需要种植一个西瓜投手 阳光消耗300 再种植恶魔西瓜投手 阳光消耗400 最后是西瓜排击炮 阳光消耗400 这样一个超强的恶魔西瓜排击炮 种植它的成本是多少呢 300加400加400 那就是1100 如果它的价格等于攻击力 会有多强呢 基本上所有的僵尸都是秒烧不 如果植物价格等于攻击力 谁是最强紫卡 注意 紫卡的价格必须得加上基础绿卡才行 上期我们计算的忧郁姑是错误的 忧郁姑的阳光消耗是75加150 所以它的攻击力应该是225 感觉也就一般般吧 哦 魔法闪耀根 阳光消耗300 种植它必须得有5颗魔法植物 那么它的最低成本是5个魔法输液 阳光消耗500 那么它的攻击力就是800 它本身的攻击力是300 增加到800有多强呢 我想也没有很强啊 是因为它本来就很强 所以感觉不出来 哦 G级鸡豌豆 阳光消耗300 种植在豌豆射手身上 阳光消耗75 那么它的攻击力就是375 之前是900 现在才375 咋还变弱了呀 所有紫卡中应该只有它变弱了吧 鸡腔豌豆 阳光消耗250 种植在双重豌豆上 阳光消耗175 那么它的攻击力就是425 从20到425 有点夸张了 哦 这才是输出爆炸吧 小匠子们觉得谁最强呢 小匠子们觉得谁最强呢